先尝试的15道家常小炒 最后一道好吃到剁脚 第一道 这是我家一周吃三次的小炒菜 一上桌就被抢光了 杏鲍菇先切成片 再切成丝 切好的肉丝放盐 胡椒粉 生抽 蚝油 抓拌均匀 加水淀粉搅打上浆 这样肉丝的口感才嫩滑 再放一点食用油锁住水分 水开倒入杏鲍菇 焯烫两分钟捞出备用 热锅凉油 下入肉丝 快速把散炒至变色 倒入姜蒜 青红椒一起炒出香味 最后倒入杏鲍菇 一勺生抽 鸡精调味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杏鲍菇炒肉丝 嫩滑入味三碗米饭都不够吃 第二道 我是忘了没想到蒜台这样做居然正下饭 而且做法还很简单 看一遍你也能学会 首先将蒜台切断 白玉菇去除根部 锅中水开 加盐和食用油 放入蒜台玉菇白木耳 这样可以使蒜台保持脆绿不变色 烫个两分钟捞出备用 锅中五花肉炒出油脂 加姜蒜小米辣 少许老抽 继续炒出香味 我每天分享一道简单的家常菜 您就给我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胃做还能早到吧 放入烫好的蔬菜 调味加盐鸡精 白糖 生抽 蚝油 最后大火翻炒个两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蒜台菇菇炒肉 真的是太香太下饭了 你要是学会了 就赶紧动手做起来 第三道 很多人在家做肉末茄子 都是用油炸 那样吃起来既油腻又麻烦 今天教你一个不用油炸 也能做出饭店大厨的味道 首先茄子切成段 再根据自己的嘴巴尺寸 切成小块 切好的茄子 加炒菜两倍的盐腌制五分钟 腌出茄子的水分 然后加清水 清洗掉多余的盐分 挤干水分备用 锅中油热倒入五毛钱的肉末 边炒出油脂 再加葱姜蒜小米辣炒香 我每天都在很用心的焦做菜 您就留个关注吧 下次想吃 不会做随时 找得到我 非常感谢 再加豆瓣酱 生抽 用豆腐把刀切成四四方方的小块 水开下盐 这样超过水的豆腐 既能去除豆腥味 又不容易破碎 由热下肉末 小火慢慢煸炒 宁愿不说暗话 您要是看得还挺好 烦请点个赞收藏好 继续下葱姜 蒜小米辣 盐胡椒粉 一勺料酒去香增兴 一勺生抽草味 少许老抽掉色 再来点蠔油 翻炒均匀后 加适量的清水 倒入豆腐 小火烧五六分钟 淋入水淀粉勾芡 再轻轻推几下即可 最后请摸着良心告诉我 这样做出来的一道家常肉末豆腐 是不是特别的好吃又下饭 第五道 正是吃竹笋的季节 又嫩又新鲜 用它来炒肉太香了 全家都炒得吃 新鲜的竹笋包个厚切薄片 水开倒入 竹笋煮三分钟捞出备用 切好的肉片 放盐 胡椒粉 酱油 生粉 抓拌均匀后 放食用油煮出水分 热锅凉油下肉片 首先豆角切成长一点的段 油温六成热下豆角 炸至虎皮状猫出 锅流底下姜蒜花椒干辣椒 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家常美食 您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味都还能找到我 炒成香味后 下入炸好的豆腐 调味加盐 白糖 味精 生抽 少许陈醋 然后翻炒均匀 打上白芝麻就可以出锅了 想吃你也赶紧试做吧 第七道 很多人猪肝买回来 直接下锅就走 做出来又腥又柴 其实因为能方法做错了 试试我这个做法 做出的猪肝又不又滑 切好放入碗中夹一勺盐和电粉 可以聚书里面擦吃血水 我每天都会更新一道家常菜 喜欢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还可以找到 浸泡十分钟 再用清水多清洗几点 挤干水分 加盐 胡椒粉 生抽 老抽 最后再用我的手抓拌均匀 锅中油热 爆香蒜小米辣泡椒 倒入猪肝快速的滑鼠滑散 等看到猪肝变色 打点大蒜叶 大火翻炒均匀 进出锅 这样做的猪肝鲜香滑嫩 一点都不行 喜欢的朋友快去试试吧 第八道 阿里兰克给他准备的烂肉 非常有面子 杀雷七七四十九天的烂肉 下锅焯水 然后改刀成薄片 锅里下姜蒜再下入烂肉 炒出油脂 看起来片片都经营剔透 这时下入大蒜 青红辣椒 盐鸡精 白糖 生抽 大火翻炒三十秒 再来一把蒜苗叶 这样炒出来的辣肉 对面马路都闻到香味 第九道 今天又是一道 简单家常的下饭菜 学会了再也不担心家人吃不下饭 树上摘的豆泡 剪一刀方便入味 热锅凉油 下肉末炒至变色 下蒜末 小米辣 调味只需要放生抽 老抽 蚝油 白糖 一定要来凉完我家的自来水 煮开以后放入豆泡煮两分钟 再淋一全水淀粉 最后撒一把芹菜炖 割得新满的汤汁 超级好吃 第十道 下子想吃还可以找到 炒出油 再下蒜末小米辣 然后再来点生抽和老抽烧 继续翻炒均匀 这时候将豆芽下锅 炒豆芽想要不出水 一定要大火爆炒 用大火快速将豆芽炒至七八分熟 最后再调味一点点 鸡精 再来一点我老公喜欢吃的韭菜 大火炒个三四五下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炒豆芽 香辣脆爽 好吃下饭 赶快做起发 第十一道 偷豆皮买回家别直接吃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一道青椒炒豆皮 做法简单 好吃又下饭 首先豆皮切成大小均匀的细丝 水开放入锅中 焯烫十秒钟捞出 拎起锅下葱蒜小米辣炒香 我每天分享一道简单的家常菜 您得留个关注呗 以后想吃不归做还能等到我 放轻胶丝 豆皮 加生抽 老抽 蚝油 盐鸡精 大火翻炒七七四十八下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豆皮软弯入味 想吃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十二道 告诉你啊 成本只需要两块的豆腐泡 饭店做出来卖六十八 做法还简单 豆腐泡切成两半 油热葱蒜辣椒炒香 一勺豆瓣酱炒出红牛 倒入一碗清水 生抽 蚝油 盐 鸡精 白糖 煮开下豆腐泡 再来两片娃娃菜 煮两分钟 让豆腐吸满汤汁 你再来点香菜 你看是不是很简单 第十三道 每次做这个豆腐 三碗米饭都不够吃 烘碗中倒入生抽 蚝油 盐鸡精 白糖 淀粉 适量清水 搅拌均匀 然后把豆腐煎至两面金黄备用 另起锅倒入葱蒜 一勺豆干酱 炒至香味 倒入豆腐 再放几配菜 淋上炒好的料汁 大火咕嘟两分钟起 配上大米饭 大人小孩都爱吃 第十四道 今天分享一道家常美食 比肉都好吃 主要是做法还特别简单 先把瓶菇撕成小朵 水开放入瓶菇 焯水酒捞出备用 油热放入鸡蛋液翻炒至定型 另起锅放入蒜片小米辣 清蒜 我每天都在用心分享 各种美食的新吃法 你就留个关注吧 方便以后想吃还能找到我 翻炒至断生 放入瓶菇 调味加盐鸡精 生抽 翻炒三四下 炒好的鸡蛋 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瓶菇炒蛋 比肉都好吃还下饭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十五道 很多人还不知道杏鲍菇炒肉丝 到底是先炒肉丝 还是炒杏鲍菇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最简单的做法 杏鲍菇新切成片 再切成四备用 切好的肉丝加盐 胡椒粉 生抽 酱油 淀粉 充分抓拌均匀 再淋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 一定要水开下入杏鲍菇 炒烫了两分钟可以很好的去除腥味 然后捞出备用 热油下入肉丝快速的滑散 炒至七分熟 盛出备用 过油底油蒜末炒香 下入杏鲍菇和肉丝 调味加盐 生抽 蚝油 鸡筋